小姐姐追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你追剧 帮你排列的小黑 我是赫妹 又到了联末盘点的时候了 今天要跟大家盘点的是 2022年那些让人窒息的浪尾剧 这里有明明开局大好 却半怒突然夭折 把诈骗写在脸上的电视剧 也有一路稳定发展到最后 结尾给人当头一棒的电视剧 当然啊 每个人对于浪尾的定义和观感是不一样的 本次盘点呢 当然也是从我们主观出发的 由不同看法的话 欢迎跟我们科学讨论哦 因为时长问题 我们分为上下两期 咱今天先看国类的 有情提醒 一项内容含有大量巨头 不惜深入 高开低走 江兆黎明 江兆黎明讲的是一个 想要平稳生活的女性李小兰 面对丈夫苏瑞的背叛与恶意 生活的重担和磨难 完成了一场完美自我拯救的故事 这部剧极其了反转 真实直面女性困境几大元素 类似剧本沙的案情进展 全员恶人的氛围塑造 从开播就获取了大量的好评 追剧的时候 我对凶手的猜测是换了又换 每天都眼巴巴等到起更新啊 哇 我还到处去安丽 没想到安丽是卖出去了 转头电视剧就一落千丈 啪啪被刺用心安丽了我呀 究竟是错误了 李舅说 一个疑点重重的谋杀案件 全局怎么就只有两个警察来负责 哎呦 这么神通广单 我看也不是啊 这两人推理全靠老洞 重大线索全靠女二和几位嫌疑人提供 重案刑警的作用极度弱化 可这糊弄谁呢 这样儿戏的刑侦线完全满足不了观众啊 刑侦不到位 故事的悬疑感也就弱了 渲染的气氛就变成了故弄玄虚 哎呦 它故弄玄虚也就罢了 剧情逐渐变得降制 才是最让人无力吐槽的 特别是在最后几集 王城一个做事懂得智取勇谋的人 一点都不理智稳妥了 警方已经知道凶手是李小南的姐夫了 王城还要自己去记者会激怒姐夫 哎不是 明明姐夫已经用妹妹威胁过她了 不能安刺好妹妹再去做事吗 她也不是不会做准备啊 还能记得得让李小南把奶奶安顿好 哎 她就是不记得把妹妹也藏好 就像是上赶着把妹妹送去给反派当人子呀 还有最后去救妹妹 王城和李小南过木板的那段 哇 我真的全程都是问号脸 王城走过了木板和姐夫残斗 李小南没有战斗力 哎 那里都果然慢慢走过去嘛 结果王城把姐夫打倒过后 还要回头去接李小南 你没事吧 就这么自信的觉得姐夫没有威胁了吗 他只是被你打趴了 又不是死了 你把他绑起来 把他吊起来 把他捆起来呀 无非就是编剧强行要略一略男女主 让他们体验一下生里死别罢了 真的是漏洞百出的生里死别 姐夫才说了 木板只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 哦 这会儿李小南拽住王城 不让他掉下去就变结实了 哇 好会变动的木板啊 为了男女主的爱情 牛的 被男女主爱情感动的可不止木板啊 还有姐夫这个大反派 因为王城能够无私地为李小南牺牲自己 他就因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了呢 他这样一个为了名誉生意 连老婆命都不在乎的人 看到别人大公无私地牺牲的国人 居然感动了 丢成那个鬼啊 诈骗降致 燕与妇 一开始呢 那确实很反套路 很吸引人 心机莲花和妇黑全城之间的斗智斗勇 我看得不要太上瘾 当我觉得在女主秋嫣家里人想再把她嫁出去 贵妃想给男主梁玉赐婚的时候 哎 男女主他们两个会上演欢喜 冤家先婚后爱的剧情了吧 结果梁玉为了利益 溜头就娶了秋嫣的妹妹 当我觉得秋嫣求梁玉帮忙 让她逃出府 梁玉肯定会帮的时候 梁玉全也没有答应 后一秒就把秋嫣敲晕 带回了秋嫣 当我以为秋嫣在认出梁玉 是六年前救过自己的人时 肯定会爱上梁玉 她却直接祝福梁玉和妹妹白脸好喝 还让梁玉离上网来祝福一下她 总之就是有黑头让人意想不到的繁准 那扣人心血真的有一套啊 就是剧里这浮化道略显粗糙 演员的仪太也有点现代化 不过为了剧情嘛 勉强可以忽视啊 我以为这拍可以放心安丽了 结果 演员与父在后半步 把人色崩塌 离谱剧情 结局烂尾 都给我来了一套 我真的会泻 随着剧情发展 秋嫣的人色越来越崩 说起来啊 秋嫣她是一个有谋算 有高智商的大女主 但是 她老是去做一些降智行为 秋嫣敌母去世 她怀疑是父亲杀死的 仅凭一面之词和推测 每天就把家里闹得鸡犬不灵 还将奶奶告上了 公堂闹得满城风雨 相处十几年都不晓得父母的感情吗 动一动你那平时还挺聪明的老婆想一想啊 你好歹行动之前求证一下 不要只靠老鼓呀 男二因为秋嫣妹妹算计自己 跟秋嫣诉苦觉得被欺骗的感觉不好 秋嫣维护妹妹说妹妹因为爱她 就和当初自己算计她的行为一样 男二就像那个大冤总偏偏遇上那两姐妹 都可这儿逮着她利用啊 好玩人家的羊毛还丝毫不贵 还觉得理所应当 滚了 说到这个黑化了的妹妹啊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工具人 非得给她安排一场被人强暴 然后黑化的戏份 黑化了都算了 最好笑的还是 明明妹妹前面对反派的小尸 要杀秋嫣做事不理 后面就义无反顾 挡住了飞向秋嫣的剑 一个字 绝 我还在因为妹妹见死不救去的鬼冒火呢 她在奋不顾色的模样 认死给我怎不会了 是我在不知道的地方 妹妹被关的什么鸡汤洗滴的心灵吗 我真的有够突然的 也不知道这种剧情 那六位编剧是怎么写出来的呀 大结局才是更能体现出编剧们的功力 先不说配角们的莫名其妙下线哈 良益一直想查的父亲被害的真凶 竟然是自己的母亲 因为良益母亲想要保护贵妃的身份 不被良益父亲揭发 于是亲手毒死了自己的老公 我要一心保护娘娘 我必须要成为歹毒的妻子 无情的母亲 这是一个什么毒相 咱就是一个不知道说什么好的状态呀 剧情突然就这样狗血了起来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秋嫣为了不让良益知道真相 在良益母亲自尽之后 说是自己毒死了良益的母亲 然后留了封信就离开了拦主 我不明白 我不理解 我嗓不懂 我寻死男主也不傻吧 还能猜不出来咋回事 何必搞这出两个人互相折磨 这个时候不是更应该被在男主身边吗 编剧格是给我强行反转呢 可怜男主啊 母亲死了老婆跑了工作没了 还被迫接受自己老婆 堵死自己妈的信息 这个结局设计的很好 建议编剧下次不要再设计了 全是假的反转人生 作为一部灵魂互换的笑言剧 反转人生走的就是轻松自愈风 讲的是贫困生学霸木想想 救下富二代学渣乔南后 两个人灵魂互换 从而引发了很多笑料 两个人突然灵魂互换过后 就想办法换回来 跳活不行他们就想着 诶 电一电 结果走到高压电箱面前 两个人突然就怂了 喝去了一下 诶 还是去超市哪个电文拍摄吧 变了个寂寞压根无事发生 暂时换不回来就只能这样生活 但是两个人都不太适应 乔南是男生嘛 自然不习惯长头发财 就自作主张啊 还把木想想留了十年的长发 给剪成了超短发 可把木想想气炸了 直接以洋环雅把乔南的毛全刮了 就在我准备端着玩接着炫的时候 结局来了个大大大反转 他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VR游戏 而且游戏没有真人 全是潜意识的驱动 那就是说男女主高中的时候 现实中根本就不认识 合着我是看那个寂寞呀 也就是说之前男女主所有的努力和精力 都是虚假的 那什么是真的 你说什么是真的 灵魂互换的时候 木想想突然多了一群小弟 体验到了热闹美好的校园生活 缺爱的叛逆乔南 也体验到父母的嘘寒问暖 意识到了普通家庭的真情与爱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帮助 乔南帮助木想想解决了被欺凌的难题 学霸木想想带领着万人唾技的学渣 乔南实现的个人跨越式成长 结果那一切都在那个所谓的游戏设定 哎 哎 推翻了 哪怕距离千方百计暗示 男女主经历的是同一个游戏 但是各自游戏里的对方 真实生活里不还是没有发生吗 这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 没有彼此的互相鼓励和帮助 女主还是维持了原有的生活 遭遇着校园霸凌 委屈求全着成长 男主依旧是叛逆度过了整个青春 没有和家庭和解 也没办法理解老师和家人 后期家庭救赎的剧情 已经拍得很难看了 你还告诉我是假的 那这些剧情有什么用呢 哎 我还不如去看人家大神的剪辑 都比你这电视剧精彩呀 搞个这样的结局 让整部剧双向救赎的主题 都失去了意义 我的评价是不如删呢 到这里我真的还想多说一句 在国产剧这块 我真的被就像是一场梦 醒来还是很感动 这类的结尾搞怕了 最开始看到我会觉得 哎 还好 至少之前为他们的感动是真的 但现在我真的就是上火 你不能拍就不要拍了 哥 这让观众理解体谅我 不 好了 以上就是年度难尾电视剧盘点 剩的全部内容呢 每年总有那么些电视剧后期乏力 真的会让人气死 拜托各位编剧学学怎么写结局吧 电视剧不难尾真的不犯法 我是道理剧剧帮你排雷的小黑 在下期呢我们也准备了其他烂尾剧 想跟大家聊聊看 我是哈妹 如果你们也有被烂尾剧期待 不想再有类似经历 记得关注我们 我们帮你追剧排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不记得